中興北黑豹齊三十二強激鬥 花蓮四維高中碰頭來自屏東的平北高中 一局下就有攻勢 陳懷溫在一雷有人的情況 把平北先發投手張志宇這球打向右半邊 落點相當巧妙 壘上提前起跑的郭崇義快馬加鞭 零靠三個雷包回到本壘沒有問題 四維率先打破鴨蛋 最後又靠安打和對手十五 首局就吃下四分大局 四維和平北都屬社團球隊 這場誰贏球就能成為黑豹齊賽時 首支闖進十六強的飛科班隊伍 四維想寫歷史的企圖心非常強 下一局又把握平北接替投球的潘足林控球不穩 形成一出局滿壘的大好機會 陳惠明一棒掃穿內野方線 送回壘上兩名跑者 幫助球隊擴大差距 打線活力兇猛也帶動先發投手 王富仙在投手球上微風拔面 主投四局只被敲出三隻零星安打五十分 而且全隊手背滴水不漏 整場沒出現任何失誤 以社團球隊來說可說是非常難得 四維局鬥有攻勢不斷擴大差距 最終十九比零提前五局口鬥平北 成為賽時首支晉級十六強的社團隊伍